唐人街探案三面园阵容已定,潘岳敏,张子峰霸气回归 陈思成指导的电影《唐人街探案》在第一部播出的时候就受到很多网友的喜欢,今年《唐人街探案2》上映的时候也获得了很高的票房,不仅片中的演员受到很多关注,导演陈思成也因此洗白很多 《唐人街探案》是由陈思成指导,王宝强,刘浩然领衔主演的搞笑电影,一二两部在上映期间都收获了很好的口碑,不少网友看完该电影之后纷纷表示陈思成真的很有才华 其实这部电影除了导演的才华之外,也要感谢片中演员的付出,在片中主演的王宝强跟刘浩然的演技也是受到了众多的肯定 王宝强的喜剧天赋是毋庸置疑的,在片中也是绝对的笑点担当 而刘浩然自然就成了这部电影的刘亮担当,不过即使是刘亮担当,刘浩然的演技也是受到肯定的,也就是因为演技好,所以才会跟陈思成有那么多的合作机会 现在《唐人街探案2》的票房已经达到33亿了,而该电影现在还在上映当中,票房还在持续的上升中 而最近有消息指出《唐人街探案3》已经在筹备中了,而且演员阵容已经确定下来了 第三部还是由王宝强跟刘浩然主演,当然在第二部中有出演的笑央也会继续出演,他在第二部的结尾可是一个谜底,要等到第三部才会揭晓 除了这三人之外,在第一部中有出演的潘月明跟张子峰也将回归 在第一部结局的时候就有说到张子峰被送到了日本东京,而在第二部的结尾,我们也了解到了第三部将会在东京上演,所以我们的演技派潘月明跟张子峰要回归了 相信一直到现在,还有很多网友忘不了第一部结尾的时候 张子峰的眼神,简直太阴森恐怖了 也正是因为这个眼神,让很多网友都记住了这个演技很好的小姑娘 除了张子峰之外,潘月明在第一部也有很精彩的表现,很多网友在看第一部的时候都表示潘月明的演技真的太好了 即使潘月明的牙龙极一直都很不错,在《白夜追凶》中就可以看出来了 现在第三部原班人马回归了,剧本也已经有了大概的方向 期待该剧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